山区出现滚滚烟尘 土石不断崩落 27号上午11点07分 四川梁山州牧里县 爆发瑞士规模五地震 震源深度只有8公里 这也是近年来震感最强烈的一次 当地居民描述地震当时出现巨大声响 房子晃了大约二十几秒 学校失神赶紧疏散 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历经地震的房子没垮 反倒是远在安徽同龄市的这栋民宅 27号下午一点多 却无欲紧坍塌 居民有五人失联 年龄最大的八十几岁 这场意外导致四人死亡 一人受伤 专家研判可能是因为安徽 连日强降雨 掏空民宅地基所导致 受到暴雨影响 这几天安徽合肥 不少市区道路都被水淹没 车辆灭顶灾情相当惨重 它那个还是第四地方 路面上的水也往里灌 小区中间的水也往里灌 大陆滑南地区暴雨没完没了 广西玉林火车站严重淹水 电幅梯成了大型瀑布 湖南少阳也因为暴雨 导致河水暴涨 蔓延至道路 多辆汽车被大水冲走 大陆中央气象台警告 本周南方还有两轮强降雨 接连来袭 提醒民众小心防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